那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主场作战呢 河南松山龙门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攻 哎呦 这个回传输啊 但是河南队防守注意力非常极重 罗钦自己啊 没有注意身后的人 这下范围 看现在这几次拼抢啊 黄牌 黄牌 这罗钦自己啊 丢了球之后要赶紧挽回损失 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踢到了沈泽超 踢得好像很重啊 是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有一个亮鞋底的这么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是不是够得上直红 如果说VR介入了 脚乱了 完全摆过去了 哎呀 应该是红牌了 黄牌取消 直红 罗钦被直红罚下 这个确实够得上直红 确实这个动作其实没有必要 就是贴上以后就好了 这样河南队必须要调整 哦 敲回来 哎 还有一脚 正面打出来 哎呦 王国明 哦 最后这脚打碎了 王国明刚才挡住的那一下也是运气啊 对对 其实没有判断好球线 是 本能的拿脚挡了出来 对 现在看看右路有没有办法 好球 非常好的套边配合 机会 杨毅林 哦 这个就是 临时客串右后卫的 王浩然 嗯 只是看球没看人 对 完全漏了人了 他完全没有对盲侧上来的杨毅林 其实对于边后卫来说 这种防守是有很大难度的 对 需要经验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 他完全已经漏掉了身后的人 漏掉了杨毅林 啊 阿德里安这球迟雾了 出来以后我们看 非常 对 对 这踢的现在非常成熟啊 这梅州 哎 再拐回来 罗德里格打门 哦 哦 多数王国明啊 这一次下地非常快 所以现在对于河南队来说 就是必须思想统一 嗯 不要有想进攻的 有想防守的 梅州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但是阿德里安经验太丰富了 轻轻一挤啊 挤 挤开了杨毅林 机会 打球 哦 让阿德里安啊 在地区前沿三米区 这个位置拿球啊 还是非常有危险的 投球攻门 哦 乌卡诺维奇 三十岁的塞尔维亚中锋 身高一米八九啊 没机会打门 还是击扰了 哦 然后左脚的抽射来自刚上场的黄伯萱 很好的摆脱 传起来 机会 哎 太可惜了 差了一点点 这球我们看是把谁给扛开了 这是 对 洋帅冲到禁区里 非常漂亮的长传球 没有越位 不看多维奇 哎 哦 手面打了一下 这球还打在球门的横梁上 球网乱颤 是 险些是一脚世界摸呀 护点空了 好 你看这个就是万元的能力 是吧 这球眼看着要丢了 是 他不仅 把球护住了 还原地 发力打的 对 这个利用自己的这种身体优势 这样比赛应该没什么悬念了 哎呀 这次处理的 有点过于着急了 这刘俊峰啊 嗯 好了 呃 参观员沈英豪 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 这样最终的比分 就定格在了1比0 李斯蒂奇率领的梅州客家 取得了队史第一场中超联赛客场比赛的胜利